展医生今天没来查房呢 他有别的工作安排 要不您先休息 展颜应该还是要去奉西的 说实话我们都不想他走 去奉西 知道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会帮你向他解释 我相信他会理解你的 谢谢院长 我正好找你 你还是要怎么办 你爸那些话都白说了 你难道对他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就这么着急去奉西开始你的事业 他可是刚刚做完一场手术啊展颜 你就算不在乎我 但是他是你爸 你都已经失去了十年的情形了 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你失去了 我不会再失去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走了 已经跟院长说完了 他会去帮我向课本教授解释 你 你 你真的不去了 骗你有什么好处 那你告诉我 你做这个决定 是因为队长还是因为我 重要吗 重要啊 因为我得知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 所以现在这个答案 还不足以让你满意喽 算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如果不是队长生病 估计你现在已经人都在缝隙了 你笑什么了 笑你现在这样还蛮可爱的 还说什么成年人的爱情 你自己跟小男孩有什么区别 不行 我吃着莫名其妙的醋 我哪儿吃醋了 我没有吃醋 完全是混人一星啊 都认不出来是我房间了 罗本 谢谢你 有人做好事不留名 我可不敢要工 刚做完手术 肩胛也受伤了 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原来的床板太硬了 买了床垫 其实不用那么麻呗 以前那床我也睡习惯了 那怎么能一样呢 来 快来试试 来 拜拜 怎么样 舒服吧 好 好 咱们展医生啊真的是 对病人无微不至 心思全在工作上 我觉得我应该代表咱们队 给展医生发一个锦旗 好的呀 我一定挂在办公室里 我看展医生真的是不脸红啊 我跟你之间的事情 咱们慢慢算 好啊 好了 现在这个房间焕然一新 但就是 缺少一点烟火的气息 连一点吃的都没有 这样吧 我出去买点吃的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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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了 小言 你就别忙糊了 我 我自己来收拾 你就好好歇着吧 刚做完手术这段时间 敢起身翻身 都注意一点 别趁着伤口 我去给你做粥了 好 我听你的 这是医嘱 上面有用药还有注意事项 这段时间你就多休息 少下床 少运动 好 医院有事我先走了 我送送你 刚说的 少下床 好好好 都听你的 那我先走了 爸 来 爸 谢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队长 不是为了你 一定要这么说话吗 哪样啊 好吧 什么 清算呀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的事情 回头再算吗 我还没想好 那就先送我回医院吧 不巧 我要回律所 不顺利 小气 我小气 不然呢 好 好 打不着啊 气到高峰 陈医生 陈医生 下班打车呢 打不着 下班高峰期 用车紧张 叫了半天都没人接待 对了 你怎么叫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 谁来啊 上车吧 走吧 拜拜 展医生 拜拜 拜拜 好帅啊 这是我们展医生的男朋友 帅吧 调高温度 请问您调高 怎么样 我这个男朋友 表现得还不错吧 还行吧 你还不知道吧 你还不知道吧 还有个菜 还有家人的笑语 这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 你向往的生活 这么简单 自从我妈去世以后 我以为再也没有了 可我现在又找到了 小傻瓜 以后 只要有我在 你的家就在 来 好了 又要有人事